卫生部长王一康指出 中国北方在迈入冬季的时候 呼吸道疾病病例激增并非出人意料 但部长指出为了防范未然 本地年长者和儿童必须按时接种 所需疫苗提供保护力 中国在解除防疫措施后的首个冬季 多种呼吸道疾病的病例出现上升 当中集体感染肺炎的病例增加 受感染的多数是儿童 他们感染的已知疾病 包括呼吸道和胞体病毒 流感和腺病毒 卫生部表示 我国过去一个月的呼吸道疾病病例数量保持稳定 目前也没有迹象显示 包括儿童在内的重症病例增加 当局将持续关注这次中国病例激增的趋势 我们下一次 12 16 27